这是我见过最致命的丧尸病毒 一旦触碰到这种病毒 任何生物都将必死无疑 最后变成毫无人性的行尸走肉 故事开始于一处军方的秘密实验基地 一名博士正在进行死人复活的变态研究 随着一只药物注射进尸体的身体里 已经凉透的尸体竟然开始蠢蠢欲动 不过还没等博士开心多久 尸体就发生了奇怪的变化 嘴巴里不停地狂吐鲜血 身体也开始逐渐腐烂 直至最后变异成嗜血的丧尸 显然此次实验最终以失败告终 博士意识到病毒已经变异 为了防止泄漏 他只好联系军方将病毒带走 可没想到就在交接的时候 一伙冒充基地研究员的歹徒突然冲出来 经过一番激烈的交火 两方人员死伤惨重 仅剩的一名歹徒趁机抢走了病毒箱 但还没来得及上车 基地里的增援部队就纹身而来 走投无路的歹徒只能往旁边的树林跑去 博士知道这种病毒一旦泄漏 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派直升机立马追了上去 眼看歹徒就要进入树林 士兵只好开枪射击 经过一轮扫射 歹徒手里的病毒箱子随即掉了 不死心的他还想去捡 结果却被泄漏的病毒腐蚀了手掌 失去目标的直升机离开了现场 而受伤的歹徒也慌忙逃离 此时的歹徒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狼狈地来到一家旅馆 没过多久 身体就开始发生变化 看着这只腐烂的右手 歹徒果断一刀剁了下来 但这并没能阻止变异 很快就有一名服务员来到房间打扫卫生 他掀开被子一看 发现床单上布满了血迹 难道是亲起来了 可房客明明是个壮汉呢 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释 卫生间里突然传来声音声 担心客人出事 服务员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 只见里面到处都是渗人的血迹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彻底变异的歹徒当场送走 旅馆出事的消息很快就惊动了军方 为了防止病毒扩散 旅馆里面的所有人都被抓去强行隔离 可等他们找到歹徒时 却发现他已经去了西北 军方刚把尸体带回基地 就迫不及待地进行焚烧除 博士得知后非常气愤 因为焚烧尸体的烟雾依然携带着病毒 这样做只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但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随着浓烟飘向空中 首先遭殃的就是天上的飞禽 而在基地的不远处 还有一个繁华的小镇 小镇的人们并不知道危险 正在悄然逼近 一对情侣正开车行驶在路上 突然发现前方的路面上 布满了鸟类的尸体 就在两人下车查看时 一只鸵鸟突然发生便利 对着男人的脸就是一顿猛啄 阿珍赶紧带着男友离开现场 仅仅过了几分钟 男友的脸上就已经开始化弄 看着他痛苦的样子 阿珍只好将车停到路边 打算到加油站里给他找一点水喝 然而这里荒废已久 他不仅没有找到水 反而遇见了一只丧尸 丧尸二话不说 扑上来就是一顿爱的抱抱 但却被阿珍无情拒绝 丧尸气急败坏 掏出腰间的西瓜刀就朝他砍去 要不是阿珍走位灵活 早就成为了丧尸的刀下亡魂 可这只丧尸非常执着 一只追砍到了外面 眼看丧尸再次挥刀坎来 阿珍连忙一个侧身躲过 丧尸直接砍到了加油机 里面的汽油喷涌而出 阿珍见状赶紧拉开距离 掏出手中的打火机引燃汽油 在爆炸之前离开了加油站 而基地这边也接到了小镇 出现感染者的消息 为了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 军方高层立即下令封锁整个小镇 同时对里面的所有生物进行清除 博士听后表示极力反对 因为这也就意味着 成千上万的人类将死于非命 但军官却不以为然 表示想要拯救他们 就赶紧去研究解药 此时的小镇一片宁静祥和 三名大兵还在撩前方巴士里的妹子 可随着一大群丧尸蜂拥而来 大巴司机躲闪不及撞上了鸟群 丧尸鸟冲进车厢 开始对里面的人发动袭击 一个女孩被啄得面目全非 好在丧尸鸟没过多久就离开了 由于附近没有医院 他们只好将受伤的短发妹 送到一家旅馆 这里早已一片狼藉 眼看短发妹的伤口已经感染 阿伟准备去找医生 小美也一同前往 可开出去没多久 汽车的发动机就发生了故障 小美只好进入附近的房子寻求帮助 殊不知里面的人早已变成了丧尸 就在小美走下二楼的时候 一只丧尸也跟着走了上去 但这只丧尸并没有直接咬他 而是把他推到了一楼的泳池里 等到阿伟闻声赶来 小美已经去了西北 显然游泳池里面的水也被污染了 阿伟只能选择离开 可没想到刚刚的声音引来了大批丧尸 好在他身手敏捷 侥幸从里面逃了出来 在途中刚好遇见阿伯两人 于是果断跟他们一起组队 与此同时 全副武装的部队已经进入感染区 开始进行无差别清理 而此时短发妹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 一对情侣来到厨房本想找点吃的 不料刚打开冰箱 一颗变异的丧尸头竟然飞了出来 男人当场被咬到了脖子 女人也没能逃过丧尸的魔爪 很快就到了晚上 阿伯一行人还在去医院的路上 不料坐在副驾驶的男友突然发生变异 并且扑向一旁的阿珍 好在阿伯及时出手拉开了丧尸 阿珍趁机刹车跳车逃生 而阿伯也被丧尸一把甩下了车 还没来得及站起身 丧尸就跳下车再次对他发动袭击 阿伯一脚将其踹开 却又被丧尸一个巴掌呼在脸上 阿伯被打得当场懵逼 但很快就对丧尸发起了反击 可好不容易占据上风 更多的丧尸突然出现 阿伯最终寡不敌众被尸群淹没 阿珍见状赶紧开溜 结果却发现前方布满了丧尸 而后方的丧尸也在步步紧逼 走投无路的阿珍只能选择跳河逃生 另一边的旅馆里 两个大兵见阿伯和小美时时未归 心中不免有些担心 殊不知就在他们谈话的间隙 里面的短发妹已经发生了变异 正在熟睡的阿力差点被攻击 好在他听到想动侥幸躲了过去 最后利用窗户成功把丧尸反杀 在楼下的大兵还没反应过来 就看见巴士旁走出来一个人影 原来是死里逃生的阿珍 好久没见到活人 阿珍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可紧随其后的还有成群的丧尸 几人见状立刻对旅馆进行加固 但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丧尸就轻轻松松突破了防线 有这个功夫还不如直接跑路呢 其中一个男人当场被扑倒 剩下的人只能且战且退往二楼撤离 没想到这些丧尸竟然还会飞檐走壁 有的丧尸甚至从天而降 由于火力有限 他们只能从二楼跳到一楼 仅剩的几人就这样一直逃到天亮 总算躲过了丧尸的追击 随后来到岸边 乘坐小木船离开了这里 而军方的人一边在清理感染者 一边在火金火燎的研制解药 只要博士能够成功 他们就会停止对隔离区的清理行动 只可惜目前并没有任何成果 此时的几人已经滑到了岸上 疲惫不堪的他们只能选择原地休息 就在这时一只鸡出现在视线里 眼镜男看到后两眼放光 立马就跑过去准备抓回来当早餐 结果鸡没抓到 反而与军方的士兵宁面相撞 遵循清理一切活物的原则 眼镜男当场就被射杀 其他人见状赶紧逃命 随后来到一座医院 阿珍两人刚走进来 就听到病房里传来凄惨的叫声 原来是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 两人立刻分头行动 阿珍去叫同伴过来帮忙 阿力则留在这里照顾孕妇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一只丧尸突然出现在身后 当场送走了阿力 而阿珍在寻找大兵的途中 也被丧尸偷袭了 仔细一看竟然是变异的男友 阿珍拿起旁边的木棍哭斥一下 趁着丧尸男友倒地 食果断送走了他 两名大兵听到声音后随即赶了过来 看着惨死的阿力 他们赶紧逃出了医院 没想到外面早已布满了丧尸 关键时刻阿强在车上找到一桶汽油 他把汽油撒在地上 接着点燃汽油暂时阻止了尸群的进攻 可刚准备转身离开 却发现后面也有丧尸 危机之时阿珍看到汽车下面有一颗手霉 于是大壮果断捡起来丢了过去 巨大的爆炸瞬间放倒了一大片丧尸 三人赶紧趁机离开 没走多远就看见一家军方的直升机停在空地上 会开飞机的大壮立马带着阿珍坐了上去 然而后面的阿强却还想多杀几只丧尸 等到直升机已经起飞 他这才纵身一跃抓住直升机的起落架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 下面的草堆里竟然藏着几只丧尸 阿强被抓住小腿又拖了下去 最终活活把自己做死了 眼看尸群已经将他吞没 大壮和阿珍只能驾驶着直升机离开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病毒已经感染到了其他城市 感谢观看